大家好, 現在在大上海中標珠寶 輝哥經常有些很特別的標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標迷 今次也找到一隻很特別的標 要在仙境找出來的 輝哥, 是嗎? 是呀, 是呀 剛剛去到一間店舖 看到小仙子 小仙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Ferry 嘩, 準備好了嗎? 這隻Fancliffe的系列 這隻叫小仙子 是呀, 他們都是叫小仙子的 是呀, 其實是一個 Hour和Minute的Retrogray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這裡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八和九之間 八、九 這裡就是它的分鐘 這裡是時鐘 那麼, 看看 它去到六十 它就會飛返了 看不看 現在就九點了 九點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是呀, 它又飛返了 現在就十點了 是呀 其實兩邊都是飛返來的 大家看一下現在 十二點那個位置 位置 彈回 這邊 是呀, 看不看 是呀, 小時 是Retrogray 的分鐘 也是一個Retrogray 來的 那麼,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錶那個 錶面 嘩, 哲蛇真是 很閃 很靚 很靚 這個藍也是很靚 很靚 再加上一些石 加上 小仙子 身上的石 對翼的石 以及手上的 神仙棒 是呀 所以這隻錶 真的是 又是另一隻 嘩 看到都很開心的一隻 是呀 藝術品 可以說 還有這個衣頭很好 我們經常都看到 小仙子 是一個很有活力的東西 是 帶給你好運 帶給你好運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錶也是 雙滿石 是 這隻是一隻白金錶 是 手動上鏈 手動上鏈 機身 這隻錶的工格 是97萬5千 折扣那些 就不在這裏說 一隻這麼神聖的小仙子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大上海 中標珠寶 看看實物的 和他們聊一下 如果你對這隻小仙子 有興趣的話 嘩 好美好美 真是 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這隻 Van Cleaver 好像都有幾個系列 都是一些很特別的碗錶 是呀 尤其是同一個系列 有這個情人橋 情人橋 是 巴黎的一天 巴黎的一天 是 都是非常出名的 是 這隻小仙子 是不是 都算是近期的作品呢 他出了好幾年 這幾年 剛才我剛才說的幾個系列 都是他這個 相當代表作的 是 嗯 作品來的 是 這隻 Van Cleaver 是 就是 出名做這些 很特別的 又 很有藝術 風味的 碗錶 也是 很多 轉 都 很漂亮很漂亮 OK 這集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 喜歡這隻小仙子 好奇了 拜拜 拜拜